大家好 在开始节目之前提提大家 你按了订阅这个按键 很多人都问我 宝善老师我怎样可以知道你更新影片了 其实知道你按了订阅这个按键 以后有最新的影片相 你就会看到 记得去按订阅 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大家快点去按 好了 东南西北大家看到了 好了我们看这一幅图 看这边这一幅图 OK 看这个左手边 2019年飞升图 好了 家里你要看你家里那个 你看一下那个八云的飞升图 和今年的飞升图重叠了 看到吗 重叠了就是说它的力量是强了 但是 当财星入宗 就代表它的力量是减弱 受困 财星入宗 力量是减弱的 所以 今年整个市道 所有的 其实是偏远的 偏远 微远 明白吗 好了 这个 偏远的话 今年你的投资不应该太过进取 今年整个走势 都不应该太过进取 如果太过进取的话 自己会危险 会算手难脚 所以今年以保守为主 不要太过进取 家里 家里就要看病位在哪里 衰弱在哪里 黑色的地方就是衰弱病位 黑色这个地方衰弱病位 你要看 如果你刚刚床 或者家里的大门 或者座位 你要站在整间屋的正中心 举例 举例 你的房屋是这样的形状 你整间屋的正中心 大概是 你整间屋的正中心 就是这里 明白吗 你整间屋的正中心是这里 你就在这里 将东南西北放在这里 你站在正中心 然后就用指南针 看东南西北 那你就知道 如果你今年五黄位在门口 那怎么办呢 六把隋温尺 六把隋温尺 那你譬如 你说我想放个钟的 你是不是在个光明钟的后面 黏六把 小的隋温尺 那又可以静化磁场 又可以去 化解到这个五黄病星 就是对着门口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OK 好了 如果你在耳黑病符位 这个都是病位 这个大病位 这个小病位 所以 特别应在那些 生肖今年 是差的 有什么 非杀 非符 非廉 那些什么 五鬼 那些 还要应在他身上 所以 主要 化解一些坏位 所以这些位 都是六把隋温尺 六把隋温尺 六把隋温尺 这两个位 都是六把隋温尺 那就是最好的 小的 小的 最好放大 只不过的钟 你放不到大尺 那你就放六把小尺 这个七尺 刀光剑影位 你就可以放一些 蓝色物件 蓝色 蓝灰黑的 鲁筍 布 桌布 这样都可以 这个就是 七尺 八白 财位 你就可以放一些 瓷的花 陶瓷的花 都可以 陶瓷的花 比如 你们去补心就会见到 有些瓷 用人手做的 陶瓷的花 很漂亮 就可以放在 整间屋的正中心 这个就是财位 因为花是代表花开富贵 而那个瓷器 是土里面最漂亮的东西 土里面有分好的土 不好的土 那瓷就是土里面是好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用瓷花 就是代表漂亮的 但是你用胶花就是代表是非的 所以就要用瓷花 就不可以用胶花 好了 丝花都不可以 丝花都不可以 干花又不可以 干花、丝花、假花、胶花 都在家里不可以放的 OK 接着这个 总之橙色的位置就是好的位置 OK 西北位 就是红联星财位好位 这个就是你放年花的位置 所以家里哪里可以放年花 放哪里会好呢 放西 整间屋的中心 以及放西北 家里都可以放年花 今年放年花 你不就是放蟹爪谷 茅丹 蝴蝶兰 这些都是好的 有些人问放银柳好不好 如果你放银柳的话 你就要放一些 长身一些 火红火绿 火红火绿好一点 银柳 就不要放白色 不要放白色 银柳不要放白色 放一些染了色 火红火绿好一点 OK 好了 这个 白色 就普通位 这个是非位 是非位 这里 就贴三张辉春 贴三张辉春 这个辉春是一个秘诀 我发明的 就是品字形贴 上面是百无禁记 下面是贵人扶持 OK 或者上面是一个贵人扶持 下面是两张百无禁记 都可以 听不听得明白 要不就是上面一张百无禁记 下面两张贵人扶持 OK 最好就是上面百无禁记 下面两张贵人扶持 有两个贵人托着 这里就放在一个南位 放在一个南边的位 放在这个南位 是 我们也会有个辉春档 你们可以下来 我们免费帮市民写辉春 OK 好了 这个文窗位 四仔文窗位 这里就可以 放一些红色的物件 红色的物件 譬如如果你放四支笔 就要中华牌原笔 中华牌是不是红色 要放四支中华牌的原笔 但是要刨了 你未刨就不行 明白吗 要刨了的四支中华牌原笔 OK 这个绿子位 就可以放一些蓝色的物件 冬面 可以放一些蓝色的物件 好了 这个 狗仔这个位 你如果家里有女儿是嫁不出的 或者你想 重婚 再婚 有第二春 或者你现在是单身 你可以吹往这个位 放些花 放些鲜花 九支 九支鲜花 也可以 或者 在那裏 点九支蜜烛 例如有些人 有个神坛 在那个位 你就可以点九支蜜烛 每天供灯 九支 九个蜜烛 可以供九盏灯 每天 但如果你那个位 没有神坛 什么都没有 那你就插九支花 你说我有个神坛 但我不想点蜜烛 那你就插九支花 九支 红色的花 或者鲜红 红橙纸 的花 但不会有刺 不会有刺的花 没有刺的什么花都行 OK 就不要放一盘梅花 梅花就不好 放桃花 不要放梅花 梅花是梅的 所以家里放桃花 放在哪个位置 放在西北位 放在西位 或者放在整间屋的正义中心 可以插个小桃花 OK 连吉都是 吉都是 所以家里 可以贴辉春 但是贴到正月十五之后 就撕掉它 唯独这个蓝位 是可以长年贴辉春 贴到明年为止 要用刚刚我的稟字形贴 这个就是我发明的 因为稟字形 三角是火 三角就是火 所以就是我发明 这个稟字形辉春 如果你今年开门 这个是是非位 如果你开门开在这个是非位 那你自己就要注意 小心口舌 那就要看回你是哪一个生肖 如果你那个生肖 那一粒升 你那年是 开门开门开门 例如你一粒卷舌 这样子 睡正的 蓝位 那你那年说话 千万要小心 是吧 或者你收闭口蝉 好 这里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东西 请问 例如说 这个放的花 放多少袋 最好 最好放八袋 最好放八袋 因为八这个数字 合回这个八 明白吗 就放八袋 瓷花 放八袋瓷花 如果 你说我放一袋 大大袋 可以吗 也可以 各式其式 或者 是 你有一个配搭 亦都可以 譬如一朵大花 围着七朵小花 或者两朵大花围着六朵小花 都可以 这个就是配搭 OK 好了 这个 这个 这个狗仔这个位 你说 我想再吹旺一点 可以 那里你可以 平时点那个药丝香 那个香炉 可以放在这里 或者放在这里 都可以 你明白 那些烟向上升 亦都是代表精进的意思 代表不断加持那个位 好了 如果你说 如果南位这里我放三张辉寸 我放哪一个位 可以 加强这三张辉寸呢 就贴在一个灯仔旁边 因为你经常开灯关灯 开灯关灯 就是不断启动这个风水的意思 OK 好 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 好了 所以呢 明年有哪个地方是不可以去的呢 旅行